庆祝儿童节花莲市立幼儿园 3月30号是带领着小班的小朋友到花岗山细沙池 让幼儿在沙坑里头寻宝玩耍 也透过故事来介绍儿童节游来 市长吴嘉贤特别致政每一位小朋友 城堡积木叠叠乐里和小朋友们抱着礼物都很开心 庆祝儿童节市立幼儿园 每年都会为大中小班的小朋友准备不一样的节庆活动 3月30号是带领小班小朋友到花岗山亲子细沙池 小朋友一看到沙堆都很兴奋 迫不及待脱下鞋袜 踩进柔软的沙池里开始玩沙游戏 市长吴嘉贤也特别到现场和孩子们玩乐 并且发送每一位小朋友城堡积木叠叠乐里和当作儿童节礼物 今天我们在花岗市立幼儿园的部分 也做了相关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教学 那特别是针对孩子们的一个节庆的部分 那我们针对小班的部分带到我们花岗山亲子细沙池的 让每一个孩子体验一下玩乐的一个气氛 那我们也在现场发送小孩子儿童节的一个礼物 那我们期盼每一个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 那也看到老师非常用心的对待每一位孩子 那我们未来花岗市公所也会跟代表会一起努力的继续照顾 我们市幼里面的每一位小朋友们 那我们还有中班跟大班的相关不一样教学的课程 也期盼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年龄成长的过程里面 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 那花岗市公所所办的花岗市立幼儿园 永远欢迎每一位孩子能够来到这里来学习跟读书 小朋友从市长手中接下儿童节礼物 大家都爱不释手开心的大声说谢谢市长爸爸 更高举着礼物和市长一起合影 市长也表示看到孩子的笑容就是最大的满足 期盼每一个孩子可以在快乐中成长 花岭市立幼儿园永远欢迎孩子们到这里来学习读书 介入一会花岩市报道